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想今天上课先跟同学们在内容上做一些调整 怎么讲呢 因為有同學問我 關於美國今年總統大選的事情 那關於美國的選舉方式 事實上我們在下個學期 各位如果翻到兩百二十頁的話 我們在下個學期會有談到美國的選舉 那我們在兩百二十頁的部分 會有談到美國的所謂的選舉人團制度 當然我另外會做一些補充 那麼但是因為今年正好 是適逢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年 所以我想為了配合時事 那麼我特別把關於美國的選舉的部分 調整到現在來跟同學們做一些說明 讓各位能夠至少最近看一些 關於這個美國大選的相關新聞 知道他們在搞些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知道這兩天最熱門的話題 就是這個美國的總統選舉的 所謂的Swing State 所謂搖擺州 尤其是佛洛伊達州 非常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為什麼會如此 那麼這個跟美國的總統選舉人團的 適度設計有非常密切的相關 所以我想 我想這是我們當然上政治學的東西 我想配合時事的一些狀況也滿重要 所以我同意說 好 那我們就把關於 本來下個期要談到的選舉 尤其是美國選舉的東西 我們特別在今天 先跟同學們來做介紹 也讓同學能夠follow我們目前的一些 全世界目前最重要的事情的這個發聲 就是關於美國的整個的選舉的過程 所以呢我想我們再繼續介紹 所謂的當代政治學理論 包含這個 這個行為主義學派等等這些之前 我先花一些時間跟大家來說明美國的選舉 基本上呢我想讓各位了解的是 我們目前所談到的美國的選舉 主要是指的聯邦層次的選舉 那麼聯邦層次的選舉主要兩種 一種國會一種是總統 那國會總統今年是同時要選 這個跟他選舉制度的時間的設計 是有密切的相關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所指的美國聯邦層次的選舉 主要包含有三種 目前的話我們馬上各位就看到了 在11月6號 就要舉行總統大選的投票 事實上當天呢不僅是選總統啦 還要改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所以這一塊我想跟大家做整個的一個介紹 美國的總統人數1 當然任期是4年 美國的眾議員目前是435名 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種設計 美國的總統呢任期四年 當然每四年改選 對不對 我想大家都知道頂多連任一次 像過去的這個小布希就當了兩年八任 克林頓也做了兩任八年 那目前的歐巴馬2008年當選 現在正準備競選第二個任期 那麼四年一任最多兩年 本來只是一個慣例 但是這是因為靠了華盛頓跟第三任總統 傑夫遜所創下的慣例之後 沒有人敢違背 但是一直到羅斯福總統做了四任 所以羅斯福死了之後馬上修憲改成 只能夠做兩任八年 這是在美國的一個歷史 那麼眾議員 其實當我們等一下會說明一下 其實美國當初在制憲的時候 1787年制憲的時候 他的參眾兩院基本上就是一個妥協的常務 當時採取孟德斯丘的三權分立 總統 國會 這個最高法院 那國會怎麼產生 大洲小洲其實意見不一樣 對不對 大洲當然希望安耐人口比例產生 這樣大洲選出來國會議員多 那小洲反對 小洲認為我們小洲選出來國會議員人數太少等等 所以大洲小洲為了不同利益擺不平呢 最後搞出兩院制 兩院制其實並沒有什麼太深奧的什麼政治學理論 就是政治妥協的常務 小洲那麼他們在參議院裡面 比較或有優厚的一個代表的一個這個比重 然後呢大洲在眾議院裡面 安人人口比例產生 這個議員數比較多 那麼所以當初的眾議院呢 就是代表各州的利益 由人民選舉產生 所以人口多的州就會產生眾議員比較多 人口少的州產生眾議員數比較少 但是憲法規定每州至少一位 每州至少一位就跟台灣立法委員一樣 不管大縣小縣每個縣至少一位嘛對不對 所以連江縣八千多人口也一位 這個宜蘭縣快五十萬人口也一位對不對 那麼所以說眾議員在最初的設計是代表人民的 代表人民來監督聯邦政府 他是按照人口比例產生的 可是隨著美國從原來幾百萬人十三州 預見的擴大擴大擴大 人口從幾百萬人變成幾千萬人甚至上億 他不再可能按照人口比例一直在增長 對不對 可能變成幾千個國會議員 根本沒有辦法問政了 所以呢到了1912年 到了1912年就定了一個上限 定了一個C0 確定眾議員的總數就是435 確定就固定不要再增加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說明就是 那435個固定之後呢 以後就是按照每十年人口普查的結果 再來 來做這個各州的議員之間的一種席次的分配 各州議員之間的一個席次分配 但是目前的美國眾議員的總數就是435 然後眾議員我們說過呢 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是代表人民來監督聯邦政府 為了要反應迅速變遷的民意 為了反應迅速變遷的民意 所以美國的眾議員兩年全部改選 兩年435個全部改選 這是民主國家裡面 國會議員任期最短的兩年 所以當初我們台灣在修憲的時候 當時立法院跟國民大會處得非常不好 國民大會一度想要把立法委員任期改成兩年 你看到現在美國也兩年嘛 對不對 因為當時立法院每天罵這個國民大會是垃圾嘛 那國民大會每天罵立法院的蟑螂 然後就爆發了垃圾跟蟑螂大戰 那麼我們國大呢就一度想要修憲吧 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任期想要延長回四年那個時候 國民大會不但不願意 還希望把它改成兩年 就是說美國也去兩年啦 對不對 可是立法委員當然不願意啦 兩年的話 競選成本還沒撈回來怎麼可以 那怎麼 每兩年改選的話也還多虧本 好不管 但是眾議員呢在美國就是任期兩年 這是我們說過民主國家任期最短的 好兩年全部改選 那參議員 參議員的話他設計的是代表各州 代表各州來監督聯邦政府 所以呢不論大州小州人數一樣 每州兩名 因為他代表他是作為州的代表 好像有像都軍的樣子 那個當時13個州嘛對不對 搞一個國家出來 搞不清楚這個國家又要幹嘛 所以每個州呢派出兩個代表來監督聯邦政府的運作 所以參議員呢不論大州小州都是兩名 目前美國有50個州 所以呢50乘以2 目前的眾議員參議員就是100名 所以也因為如此 好各位可以發現 美國其實最早的設計 眾議員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 參議員呢很多的州都是由州長指派 或者是由州議會選舉 多半都是間接選舉 多半都是間接選舉 所以說呢後來到了19修正案 美國1913年的時候 美國20世紀初才修憲把參議員改成了直選 所以事實上到今天為止 美國的歷史上參議員間接選舉的時間 還比直接選舉的時間還要來得長 他本來就是代表各州的 作為州長作為州的代表來監督聯邦政府 他任期也比較長任期六年 任期六年 那麼這是美國的這個參議員 當然最近也有一些 各位可能看到一些報導 像美國華盛頓DC 一直希望爭取比到一個州的地位 他也能夠產生兩個參議員 但是美國國會好像都沒有通過這樣的修憲案 所以華盛頓DC蠻憤怒的 對於這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現在是50個州 好50個州 那有一些地方像華盛頓DC 像波羅里各 美國的一些屬地 關島都沒有參議員的名額 就50個州有 50乘以2就是100 任期六年 然後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所以其實美國參議員的設計蠻有趣的 他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所以另外還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 他沒有改選的壓力 他還可以留在國會裡面繼續問政 那現在的話 美國正在選舉如火如荼 但至少還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 大概66、67個左右 他可以在國會裡面繼續來 維持立法的工作等等 那麼這是整個 隨著他們這個制度的設計 那麼當然我們說過總統任期四年 參議員任期兩年 中議員任期兩年 參議員任期六年 那麼他們全部都是在偶數年選舉 全部都是在偶數年選舉 那麼所以基本上他的選舉時程 大概是這樣子的 他都是偶數年 並且他們選舉日期程也固定的 我們稱為Election Day 美國的選舉日人一定是在偶數年的11月 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這我們上次有說過嘛 他的選舉日一定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所以呢各位可以查一下日曆 今年的11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就是11月6號 好也就是兩個禮拜後的現在 美國正在開票 美國正在開票 就是大概兩個禮拜 你們在考期中考美國正在開票 那麼這是他的選舉日 好11月的第一個 偶數年的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星期二 所以他們的選舉是這樣子安排的 比如說2000年的時候 好各位可能還記得2000年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役 我們等一下會特別談到 好這個當時的小布希對上高爾 結果呢高爾得票比布希多高爾落選 好這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2000年改選總統 同時改選所有的435個眾議員 同時改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好這是2000年 到了2002年 就沒有改選總統啦 總統就已經4年嘛 所以2002年的時候呢 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改選另外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到了2004年 改選總統 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改選最後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到了2006年又是一樣改選眾議員 改選三分之一的 最初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2008年改選總統 眾議員全部 然後呢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2010年改選眾議員 改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到了今年又是一樣改選總統 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改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好這是聯邦層次選舉的一個過程 所以各位看一下 全部一定是even year 一定是偶數年 偶數年改選 當然另外呢我們知道 像是在2000年 2004年 2008年以及今年2012年 因為要改選總統 當然就備受矚目 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密切的觀察 對不對 因為總統大選 終究美國總統 還是全世界目前最有影響力的人 對不對 所以美國總統的改選 當然是舉世矚目 而這個20年 2000年 200420082012 因為要改選總統 那麼非常受到重視 我們稱為叫做 叫做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叫做總統大選年 總統大選年 那麼他投票率大概也會比較高一點 最近幾年投票率都有上升 大概都六成 六成多一點 投票率 那麼這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好 那麼全世界都非常重視的 我們說過今年就是2012年的11月6號 好 這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但是呢 也要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還有1%的參議員 但是呢在這兩年 在這四年之間的偶數年 像我們這邊所看到2000年 2002年 2006年 然後呢 這個2010年 這幾年 不改選總統 只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跟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只有國會改選 只有國會改選 然後呢 當然他的投票率可能稍微低一點 總統不選嘛 只選國會的話 美國民眾跟台灣一樣 投票率稍微低一點 稍微大概低一成左右 第一成左右 那這些年呢 是在總統任期的一半 總統任期的一半 其實他也蠻重要的 總統任期的一半 似乎就是替現任的總統 打期中考的成績單 跟各位一樣 那麼 打期中考的成績單 所以說在兩次總統大選之間的 這個偶數年所舉辦的選舉 我們特別把它稱為叫 midterm election 我們稱為其中選舉 我們稱為其中選舉 我們叫其中選舉 那麼其中選舉的話 當然我們說過呢 就好像給現任總統打期中考一樣 在這個任期一半的時候選 那只改選全部的眾議員 跟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往往如果現任總統 往往做的都 這個一開始做了兩年的 可能大家不太滿意 所以往往很多 大部分的狀況就是 其中選舉的時候 總統所屬的政黨席次都會少一點 因為大家把對總統的怨恨 都出在國會議員選舉上 然後就是不支持他的政黨 所以往往其中選舉 會在美國常常造成的情況 就是可能會產生分立政府 即使總統選的時候 可能一個受歡迎的總統 帶動他的國會議員 也能夠獲勝 當然這個不一定啦 像今年的話 2012年根據一般的報導的話 不管誰當選 都註定是會碰到分立政府 以後我們會介紹 叫divided government 所謂的分立政府呢 相對於一致政府而言 什麼叫一致政府 誰叫一致政府就是 美國的總統跟國會 參眾兩院都屬於同一黨 這叫一致政府 總統跟國會 都是同一黨 比如說共和黨的總統碰到了 參議院也是共和黨多數 眾議院也是共和黨多數 這個叫一致政府 但是如果說總統所碰到的 參眾兩院有任何一個院 跟總統是不同政黨 所掌握多數的話 我們就叫做divided government 叫分立政府 叫分立政府 那麼現在的狀況看起來的話 2012年雖然還沒有選 但是一般的預料的話 大概在美國參眾兩院裡面 大概共和黨還是應該有機會 在眾議院繼續掌握多數 而在參議院部分的話 可能民主黨還是會繼續掌握多數 所以呢 今年選舉完之後 參眾兩院本來就分屬不同政黨 所以呢 無論是共和黨的羅姆尼 或者是民主黨歐巴巴當選總統 他所面對的都是一個分立政府的局面 因為參眾兩院不可能跟他同一陣線 這是目前的 預估的這個狀態 好 那麼 我們回來看這邊 這是美國整個選舉的時程 所以有所謂的總統大選年 有所謂的期中選舉的年 等等 然後除此 我們說這是聯邦層次的選舉 好 這是聯邦層次的選舉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事實上美國大部分的地方選舉 就是州或州以下的選舉 比如說州長的改選 州的參議員 州的眾議員 州的各種事務 或者說一些市長 對不對 市的一些議會等等 這種地方層次的選舉 大部分的州 也都會選擇跟美國的聯邦選舉 同一天同時舉行 但是我說過大部分不是全部 那有一些州 少數非常少的州 他是刻意的選擇跟總統大選避開 比如說選擇基數年 但是非常少 所以不多見 所以事實上呢 在今年的選舉 我們知道2012年 除了選總統 選全部的眾議員 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其實大部分的州 也要同時改選州的州長 州的眾議員 州的參議員 很多的市 也要進行市長的改選 市的議員對不對 然後各式各樣的一些地方的官員 什麼什麼他們還有什麼什麼 教育學區的什麼都學啊 什麼巡迴的一些什麼法官啊 檢察官的改選 很多奇奇怪的官 像美國還有什麼捕狗官 抓狗的官也要改選 那麼等等各式各樣的官 都是同一天選 當然在美國 他們沒有全國性的公投 但是呢 有許多地方性的公投 有許多地方性的公投 那有一些州其實很有趣 美國50個州到現在為止 有一些州從來沒有辦過任何公投 那有些州是非常熱衷於公投 最有名的像加州 加州每一次選舉都十幾個公投 各式各樣的公投 像以前什麼什麼同性戀的婚姻合法化啊 什麼合法種植大麻啊等等對不對 這個什麼非法移民是不是可以享受 這個政府的教育經費補助啊 各式各樣的公投都有 那麼但是有些州從來不辦 那加州是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公投非常多 所以呢公投什麼時候呢 也是這個時候 這在台灣叫公投榜大選 其實在美國一點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加州居民 或你有親朋好友住在加州 你就發現今年到了選舉 你走進投票所 你要選總統 你要選參議員 你要選眾議員 你要選各式各樣地方官員 然後可能還拿到一大堆公投的票 各式各樣公投 加州一般冠例每設十幾個公投 你就慢慢勾吧 所以美國其實很有趣 他每一個地方選票設計不一樣 美國是個非常聯邦式的州 這個在台灣很難想像 台灣的選票長得完全一樣嘛 各位應該還沒有選過局 如果以後選舉的話 你拿到台灣的選票就是這樣子 好 這是圈選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人的照片 對不對 然後呢 底下寫的它是什麼檔的 然後它證件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這邊用那個快桿的筆 兩頭都有 你們拿一支筆兩頭都有 都蓋這個張 請不要蓋自己的印章 那麼像以前什麼林青霞之類 就拿自己的張蓋下去 那都是廢票 好 那麼要蓋這個張 大家就這樣牽選嘛 台灣是個非常進步的選舉的時候 就這樣輕輕蓋個張就好 一個小紅張蓋下去 就投票的時候 以前的話還怕會 遮過來會印到對面 現在都不會啦 那個是快幹的印 那麼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知道嗎 像日本 日本現在的選票 還是用書寫的 書寫姓名 日本是個非常重視傳統的州 這個國家 現在還用毛筆 用毛筆書寫 候選人或政黨的姓名 菲律賓也是一樣啊 我們林青霞很多國家 目前都不是所謂的無記名投票 因為書寫的話 從筆跡這陣子出來嘛 由於像各位很多人的字 都非常具有特色對不對 一看就知道是誰的字 那麼 所以很容易看得出來 那菲律賓也是一樣啊 我記得十幾年前 菲律賓選總統的時候 現在應該沒有了 菲律賓選總統的時候 菲律賓有一堆文盲 他不會寫 那怎麼辦呢 所以菲律賓很多地方 都會教你 教你怎麼寫 然後他們只會教你寫 同樣一個人的姓名 羅姆斯又拼嘛 很多人進去 只會拼一個人的姓名 那當然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現在應該沒有這種現象 那台灣很簡單 就是蓋個章 沒有任何問題 那 在美國的話 每個州不一樣 甚至每個郡都不一樣 如果各位記得 像2000年的時候 佛羅里達州出了那麼大的問題 就是他所用的 所謂蝴蝶選票 他還用punch的打洞 打孔機有沒有 那很多那個選票 打孔沒有打穿 那沒有打穿 那到底算廢票還是算是有效票 就認定發生很多問題 變很多人打錯格子 他們那種孔的那個 對照的那個 那個姓名的地方 對不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他們 蝴蝶選票他就長這個樣子 好中間是人家punch 打孔的地方 比如說第一個孔 對照這個 第二個孔對照這個 第三個孔對照這個 第四個孔對照這個 所以很多人打孔都打錯了嘛 然後呢 那個孔沒有打穿 就當廢票 所以那時候佛羅里達 鬧了很大的爭議 還有這種選票那麼落伍 美國很多的州 每個州都不一樣 所以它非常非常複雜 那台灣多簡單就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相對而言 我們這是進步的 他們是落伍的 好 那我們說過呢 大部分的州 像加州的話 一大一堆選票 當然有一些州設計的很有趣 他們一張選票上面很長 好 那麼底下呢有這個 總統你要選誰 然後呢 什麼參議員你要選誰 中議員要選誰 然後還有公投啊 一大堆 那你就慢慢勾嘛 這個 這個 有些州還有設計什麼 最上面只有兩籃 全部投共和黨 全部投民主黨 就打個勾就好了 那也好 什麼樣的都有 多簡單 好這個 這個加強政黨認同啊 也不錯嘛 那 這是大概美國的選舉的一個時程 所以呢到了11月7號8號的時候 都會看到報紙 就會公佈誰當選了 然後同時他們也看到一些新聞說 美國的眾議院裡面哪個政黨居多數 參議院哪個政黨居多數 然後各個州 州長的變化 現在是民主黨當選的州長多 還有共和 就一大堆 但現在這些新聞都不會報 大家都集中在總統大選 對不對 這些新聞大概就不會報這些方面 就像台灣一樣 今年1月14號總統跟立委同時選 大家看到總統大選新聞 立法委員都沒有人在理他 對不對 一樣有這種情況 好這是整個的行程過程 但是很有趣的是說 美國目前的眾議員跟參議員 他們所行使的選舉制度呢 都叫做相對多數決制 這以後我們會介紹 跟台灣的立委跟總統大選一樣 幾個候選人裡面最高票的當選 不管有沒有過半數 這是相對多數決制 所以他們的眾議員參議員都一樣 叫做相對多數決 當然參議員選舉的話是以全州為範圍 眾議員的話要劃分選區 全美國劃成435個選區 這我們等一下進一步可以說明 那麼這是他們選舉 那你或許會擔心 那參議員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那哪些人要改選啊 這各位不用擔心 在美國1789年那部憲法就已經寫好了 哪些州先改選 那後來新加入的州 他們就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所以當然這一方面的話 就現在不會有問題啦 就是輪到誰該選擇 不會有 反正每六年輪一次嘛 就輪下去 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這是其他的其中選舉的一個制度 所以中議員參議員選舉 這個部分呢沒有問題 大家都很了解 那重點就是總統 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呢 他們所用的一種制度 是全世界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過去的法國是有點跟他類似 甚至我們過去的1992年要修憲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所推出的所謂的 委任選舉制度跟他有點類似 但後來已經被廢掉了 改成直接選舉嘛 但是目前美國這種選舉制度 算是全世界非常非常罕見的 我們稱為叫Electro College 我就開始說了 我們這個是有幾個分別的 所謂的事 在著作者門的不可見 有機會 是在這之後 有幾個分別的事 我們進行五個分別的事 不是完全是為了 這個行動嗎 在這的時候 我們就會示範下來 這是在它這個個倍的動作 這樣子 營生成的 소망啊 這是美國非常獨特的一種選舉方式 我們稱為叫Electro College 叫做選舉人團制 請注意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請不要隨便亂翻 好 如果萬一我去中高考這一題 英文寫Electro College 以中文把它翻譯成選舉學院 我一定給你零分 你不會說老師我選對兩個字 可不可以給我一半的分數 不行 這是專有名字 你選選舉學院零分 這一定要叫選舉人團制 那這個制度是怎麼來的 怎麼會用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謂的選舉人團制 他剛剛做的例子很簡單 就是由民眾選出一批代表 由這些代表去選總統 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間接選舉 他就是間接選舉 他不是直接選舉 所以呢才可能在美國現在44 45個總統裡面 曾經有四個總統 是因為得到全民的票數比較少 但是因為選舉人團的票比較多而當選的 如果只選不會有這種問題嘛 對不對 間接與才可能造成得票少的人當選 分別是在 美國曾經出現過四次 1824、1876、1888跟最近是2000 2000年可能大家記憶猶新就我們剛才所說的嘛 高爾 輸給了小布希 這四次都是得票比較多的人落選 他是間接選舉 那我們剛才說過基本他的概念就是 由人民選出一些代表 那代表叫Electors 選舉人 而由這些代表去選總統 所以他是個間接選舉的概念 那怎麼樣會有這樣子的概念出來 好 這又回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美國的 立憲之後的一些爭議 其實在美國 1787年 制憲的時候 美國我們知道獨立之後 基本上一開始是一個邦聯的體制 13個州就等於13個國家嘛 各自有各自的一個憲政體制的運作 有自己的憲法等等等等 可是這13個剛剛獨立的國家 成立這種邦聯體制 並不足以應付 比如說當時英國對他們 還是有強大的威脅 所以他們覺得似乎應該給一個 更多權力給這個中央政府 給這個聯邦政府 邦聯體制沒有辦法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說在他們獨立完成 邦聯體制運作十幾年之後呢 美國人覺得要制憲 重新制定一部憲法 所以在1787年的時候 13個州各派出一些代表 這些人來來去去 前前後後進進出出 總人數不太確定 但最後簽字大概有50多個人 我們稱為叫founding father 叫制憲先賢 我記得我那時候說過嘛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的年輕小伙子啊 就是一個富蘭克林年紀比較大一點 那麼他們其實在1787年 來自13個州的代表 在美國費城的獨立廳 一起開會來商討 要建立一個 把國家最重要的一些 點章制度放進去的 政府的權力運作關係放進去的 那個東西叫constitution 我們知道是全世界第一部嘛 成文憲法 written constitution 那麼而很多制度都是前所未見的 把孟德斯州的三權分立的學說 具體化成為一個國家的體制 你怎麼樣化為體制 所以其實這群人討論了很久 好幾次吵架 瀕臨破裂的邊緣 最後都是妥協 比如說有好幾次的大妥協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兩院制的設計 大州小州利益百不平 最後搞一個兩院制 一個院由人民普選產生 代表民眾監督聯邦政府 按照人口比例產生 另外一個院代表州的利益 大州小州人數一樣 代表州來監督聯邦政府 所以那兩院制 這是個妥協的結果 同樣的 美國的總統選舉方式也是一樣 過去的國家元首都是君主世襲 都是沒有用選的 他們要搞一個用選出來的國家元首 掌握行政權 那這國家元首什麼產生啊 大家就開始吵架 比如說當時的大州 主張人民選 可是小州不同意啊 小州當時想如果用人民直接選出來的話 那可能以後總統都是大州當嘛 我們小州永遠當選不了總統 我們人數少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小州利益會被忽視 另外一個主要理由是 因為當時都是文盲 文盲居多 民眾普遍水準低落 一堆清教徒在英國混不下去了 跑到美國來 那群人不見得有很高的素質 大部分啦 那在農莊裡面工作啊等等這些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妥協 人民直選 其實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對 一方面小州監獎反對 另外一方面擔心當時的民眾 是不是足以能夠做理性的選擇 來判斷選出好的總統 等等 可能會到一些民粹領袖的一些挑撥 語言的挑撥等等 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 所以有些人主張說 那乾脆我們13個州 州長 13個州州長投票選出一個 對不對 那大州反對啊 那些小州的代表權會被高估嘛 對不對 我幾百萬的州 也是一票 那你幾十萬的州也是一票 那我什麼要跟你一樣 對不對 我紐約州 麻塞州州 人那麼多 你什麼羅德島州那麼小 我也要跟你一樣嘛 所以 州長選 什麼國會議員選 這個人民直選 各種方案提出來 都有很多人反對 他們當時有很多的一些妥協案 另外很有名的妥協案就是什麼 我們剛才所說的 剛才所說的產生兩院制 好 眾議院按照人口比例產生 參議院不論大小每週兩年 那眾議院按照人口比例產生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人口如何計算 怎麼樣算人口 當然現在聽起來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當時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如何計算人口 第一個首先 所謂當時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人生而變成 請注意的是man 不是woman 投票的時候 當時 美國的婦女是沒有投票權的 美國的婦女是 19年 1920年 美國第19修正案 才有投票權 所以當時是男性才有投票權 女性是沒有投票權的 好 就算是男性 請問黑人有沒有投票權 可是你計算人口的時候 你說北卡羅來納州 維吉尼亞州 對不對 你如何計算人口 對不對 那時候北方跟南方的州也擺不平 因為南方的州認為在算人口的時候 黑奴應該計算在人口之內 可是北方的反對 因為南方種棉花的這些州 黑奴比較多 如果黑奴計算在內的話 他們的代表產生眾議員人數就多 那北方工業州沒有什麼黑奴 所以他們反對 所以為了人口的計算 也雙方差點鬧得分裂 後來最後也妥協了 怎麼妥協 黑人算人 一個黑人等於5分之3個人 各位不信去看一下 現在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三款還寫在裡面 美國的修正案是用後面一直增補的方式 原文不動 所以你去看看美國的憲法本文 現在還寫在裡面 一個黑人等於5分之3個人 這有符合政治平等原則嗎 一人一票 但後來修正案也改了啦 但是那時候就5分之3個人口計算 所以那時候有非常多的妥協 這個符鑿斑斑 處處可見 那說到美國的總統 那最重要的是總統職務怎麼選 所以大家最後妥協的結果是 第一個呢 直選不可能 太多人反對了 間接選舉 那怎麼樣來選出 我們所說 那就選出一些選舉人 叫electors 那選舉人怎麼樣來計算 各州的選舉人數 這是關鍵 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選出一些各個地方的什麼 才德兼備啊有沒有 讀過幾年書的人啊 有他們來替我們選總統嘛 他們見識比較高遠對不對 知識比較淵薄 有他們來替我們選 但是每一週如何來計算 所謂的選舉人數 那最後呢妥協的結果是 妥協的結果是 那麼所有的選舉人的計算呢 是把每一週的眾議員的數目 加上參議員的數目之合 眾議員的數目加上參議員的數目之合 比如說有某一個州 他有十個眾議員 有兩個參議員 所以那個州就有十二票 十加二等於十二 另外一個州只有一個眾議員 他也有兩個參議員 所以他那一週就有三票 一加二等於三 對不對 所以一個州 不管再小 至少也會有三票 因為我們說眾議員 每一州至少保證一位嘛 那參議員反而是每週都有兩個 對不對 所以像阿拉斯加州人數少的州 阿拉斯加州才有幾十萬人嘛 他只有一個眾議員 他也有兩個參議員 所以每一州至少三票 可是請注意喔 不是由參議員跟眾議員 來選舉總統喔 是由參議員加上眾議員的數目之合 來視為該州 所能夠擁有的選舉人票 而選舉人是另有其人 不是等於參議員跟眾議員 各位了解的意思嗎 好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 所以說 美國的選舉人團的票數 也是隨著美國的眾議員人數的增長 而不斷的增長 從美國十三個州 後來擴階到五十個州 所以選舉人的票數也一直在增加 但是我們知道呢 從一九一二年之後 當美國的眾議員固定是四百三十五 後來美國目前為止 他的州是五十個州 當然如果以後變五十一個州 那就再說了 好 那現在五十個州的話 他現在的話 他的選舉人票總數是多少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美國目前總共有四百三十五個眾議員 有一百個參議員 加上他們特別給華盛頓DC 美國的首府 哥倫比亞特區 華盛頓DC比照一個小州的規模 給他三票 好 等於兩個參議員加一個眾議員 選數不是核 也給華盛頓DC三票 所以加上三 但是像我們所說的 關島什麼波多黎各那些就沒有 他們沒有 他們可以投票 你看波多黎各他們選舉的時候也沒可以投票 那只是參考用的 投好玩的 表達他們的意見 可是不算是選舉人票 所以美國正式選舉人票多少 四三五加一百 五三五加三 五百三十八 好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 matching number 五百三十八張選舉人票 那麼美國的規定是 你要獲得過半數的選舉人票才當選 五百三十八的過半數是多少 兩百七十 兩百七十 兩百七十票 所以目前的羅姆尼跟歐巴馬 就在追求這個數字 誰能夠獲得兩百七十張選舉人票 誰就當選 美國總統 過半數 五百三十八除以二 正好兩百七十就過半數 那目前的話 我們看看各種報道 現在美國羅姆尼跟歐巴馬 各自大概已經固定 一定會贏的州 大概已經各自兩百多了 都超過兩百多了 兩百二二二三 但是還有幾個州是搖擺州 還不太確定 誰能夠獲得兩百七 誰就當選美國總統 當然這尊教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下一節課再來繼續介紹 那如果有人 有三個候選 四個候選怎麼辦 沒有人獲得兩百七怎麼辦 等等 好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 好 我們剛才上一個課 已經大致上說了 當然不只是美國總統選舉 包含整個美國的選舉的運作 甚至憲政體制的運作 跟大家略微提到 那麼我們剛才談到 當時在1787年的時候 之所以大家會對於總統選舉方式 做一個妥協 就是大州小州 創造出一個選舉人團制度 事實上是 大家都各自有盤算 各自有盤算 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當時的規定就是 我們剛才說過 因為原來直選是符合大州利益的 小州不同意 那由國會議員 或者是州長來選的話 是符合小州利益的 大州不同意 所以乾脆就合併起來 由各州的眾議員 加上參議員數目是合 但是這個表面上看起來 表面上看起來還是對大州有利嘛 因為大州終究他的選舉人數 是比較多的嘛對不對 但是當時的規定是 因為當時請注意 那時候是18世紀 還沒有政黨的出現 還沒有政黨的出現 政黨是19世紀之後才有 所以當時大家在想 總統這種職位 都是憑空想像 因為全世界還沒有選過總統 只是想說總統這種職位那麼重要 一定很多人出來選 那如果很多人出來選的話 可能要過半數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當時他們是規定這樣子 如果說獲得選舉人團票過半數 就當選 如果沒有任何人 如果說四五個人出來選 其實美國早期很多都這樣 每次選舉都有很多候選人 不是他現在只有兩個 事實上現在也不是兩個 那很多候選人選 所以說要過半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如果不過半怎麼辦 當時有規定 如果不過半的話 就由國會選 由國會選 而在國會選的時候呢 眾議院選總統 參議院選副總統 眾議院選總統的時候 每週一票 參議院選副總統的時候 每人一票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種計算 因為當時小週打的如意算盤式 總統很多人選嘛 大概很難有人過選舉人團票數 所以可能國會來選總統 是常有的事 而如果國會選的話 眾議院不論大州每週一票 那小州就占到便宜了吧 小州才真是具有影響力 會決定誰會當選 對不對 所以小州打的如意算盤就是 表面上看起來 是讓你的大州做讓步 但事實上以後 可能真正決定總統 還是我們小州 在眾議院投票的時候 我們跟你大州都一票 我們才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後來出現了政黨 美國逐漸形成兩黨制 使得由國會選的機會 幾乎已經沒有了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 最後一次由國會選的是在 我看一下 最後一次由國會選是在1824年 由國會選總統一次是1800年 好那次是Tomas Jefferson跟Burr兩個人競選 國會投了36次的票都投出來 因為其實每個人票都很清楚嘛 然後都完全後來實在很困難 那麼1824年選出來 Jong Crazy Alex之後呢 就在國會再也沒有選過了 所以小州想要打的如意算盤 占便宜的話 事實上已經100多年沒有占到便宜了 將近200年沒有占到便宜了 所以其實就是 好當時機關算計其實沒有什麼用意 沒有什麼這個用處 好 那我們說過呢 當時所規定就是這樣子 目前來說的話就是538張 你要獲得過半數270張來當選 我們說過呢 每一週的選舉人票的計算 是根據那一週的眾議員 加上參議員數目之合 參議員是不變的 每週兩票都一樣 那眾議員的票就不一定啦 並且我們說過呢 美國從1912年固定了 眾議員數目之後 當時就規定 因為要因應人口的變遷 所以說每10年在美國 要進行人口普查 根據最新人口普查的結果 然後由國會通過立法來 怎麼樣 來對於美國的選區 就是每個50個州的 眾議員數目進行重劃 這個叫做reapportionment 就是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各州的數目 總共我們說目前美國 總共就是435個 但是我們知道其實 美國這百年來 這一個世紀來 人口的變遷 滿這個 流動滿多的嘛 普遍的就是從美國 像北部的一些工業州 逐漸逐漸往南移 人口啊 移到南部的我們時候 叫 Sunbelt 叫陽光帶的州 從佛羅里達 田納西 阿拉巴馬 有沒有 Georgia Texas 瑞西安娜 這些州另外加州 這些州人口越來越多 可是北部的州 像賓州啊 紐約州這些人口數 一直在減少 所以說他每10年進行人口普查 然後重新的由國會通過立法 來決定各州分配到的 國會議員數目 這個其實在過去這一個世紀以來 變化真的是這個滿大的 舉例來說 當時在1940年的時候 全美國最大的州 人口分到就是 這個選舉人票最多的是紐約 當時紐約有47張選舉人票 那根據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之後的 這個結果 目前紐約我們等一下會說明 紐約目前只剩下29張了 跟佛羅里達州一樣 並列第三大州 然後加州 加州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加州的選舉人團票數才25張 好 才25張 那時候只是大概紐約的一半 可是半個世紀來到現在 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結果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2012年總統大選 加州他的選舉人票 已經高達多少 高達55張 55張 所以各位想想看 270張一當選了 光一個加州就佔了55張 那麼意思就是說 加州目前有53個眾議員 有兩個參議員 加起來是55嘛 所以加州現在人口數呢 的增加使得加州目前的國會議員 在眾議員部門已經變成是53名眾議員 那第二大的州呢是這個德州 德州現在已經高達38張選舉人票 也就是他有36個眾議員 加上兩個參議員 我們剛才說過 2000年那次鬧出爭議的佛羅里達州 那時候才28張票 28張 好那28張票的爭議就決定了 這個小布希跟高爾的命運 那現在佛羅里達又增加了 變29票 越來越多 所以這整個人口是在變遷流動 所以當然這也是遷到另外一個政治學校 非常重要的概念 美國他435個眾議員固定不變 可是每10年進行人口這個普查 然後進行各州的重新配置 這叫Reapproachment 那決定了各州的人口配置之後 舉例來說我們說過加州 他在2000年的時候 他的眾議員是51個 2010年人口普查又增加了變53個 由各國會立法決定了各州的數目 然後各州來自行劃分他的選區 在美國是這個過程 各州自行劃分 所以當然每個州有不同的劃分方式 有些是由這個州議會來立法決定劃分 有些州的州長具有很大的影響權力 有些州是由獨立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劃分 對不對 這個叫做re district 叫做選區重劃 好 叫做選區重劃 我們今天不只是談美國選舉 今天這個順便概念一起都談了 選區重劃 所以這兩個層次的 第一個是由國會 來重新分配各州的眾議員數目 然後決定完之後 再交由各州自行來劃分他的選區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重新劃分選區裡面就 這200年來出現了非常多有趣的一些現象 當然最常聽到的各位聽到的就是什麼 叫做gerrimandry 好 這是兩個字合起來的吧 好 當時19世紀的一個州長 麻塞出差之後叫做el 叫做elderidge Jerry跟這個叫做sulamandry Sulamandry是從什麼 熔原是不是 反正很難看的一種動物 那麼 很美麗的動物 好 這個 合在一起 因為就是當時因為 麻塞出差之後的州長 Jerry呢 他是有權利來劃分選區的 所以他就把對自己政黨有利的地方 劃在同一個選區 好 所以選區畫的很奇怪 奇奇怪怪的形狀 在美國我們時常看到很多選區 我們剩下什麼 叫做什麼這個馬蹄形的選區 像蛇一般的選區 對不對 你看這個選區長這個樣子的 好 怎麼長這種樣子的 好 然後什麼這個 什麼狗骨頭選區 這個滿有名的一些例子 就選區畫的就是把 共和黨的州長 把這個共和黨的有利的地區畫在一起 好 因為他目前來說 每10年有一次選區重畫的功能 所以選區重畫的功能就是 每個政黨就會對自己有利嘛 當然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說回來 台灣也是如此 台灣從2008年 實施單一選區之後 立法委員 目前立法委員73名 區域立委 對不對 我們還有34級不分區 6級原住民嘛 對不對 73個單一選區 我們現在也是規定 類似於美國 我們是每個縣市至少一位 對不對 不管大縣小縣 每個縣至少一位 其他就按人口比例來分配 那麼所以目前台灣的 23個縣市裡面 有10個縣市 只有選出一位嘛 台東 花蓮 宜蘭 基隆 新竹縣 新竹市 然後嘉義市 澎湖縣 金門縣 蓮江縣 好 這10個縣市只選出一位 立委 所以沒有選區重畫的問題 那其他的都要啊 比如說我們舉例子來說 台北市 台北市現在要分配到了8個立委 所以全台北畫成8個單一選區 所以選區畫分就變得很奇怪 比如說我們知道像士林 就變四分五裂嘛 整個士林沒有辦法畫成同一個 因為8個 因為台灣台北市有10幾個行政區嘛 你8個單一選區 勢必有一些行政區會被分割 好 那如果下一次台北市因為人口增加 現在畫成8個了 大家好不容易同意了 好 這200 我們跟各位說過 2007年1月31號 由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 跟王金平兩個人協商解決的 按照台灣選區劃分 當時2008年第一次要實施 規定一年前要確定選區 然後呢當時國民黨民進黨的版本都擺不平 中選會的版本一直到行政院通過 受立法院也沒辦法通過 最後是由立法院院長跟行政院院長協商解決 然後他們開了好幾次會沒有辦法決定 因為這是太敏感的問題 最後是兩個人用抽籤的 說到這邊我們政治學就不用教了 那麼抽籤的 所以變成怎麼樣 比如說屏東縣國民黨運氣好 抽到國民黨的版本 那麼整個屏東市地區畫成一個選區 國民黨可以保證一定會當選一席 否則可能屏東縣三席都是民進黨 那民進黨版本的話屏東市本身一被拆開了 他就完蛋了 像這個苗栗 苗栗的話這個 你把這個閩克地區做一些切割的話 你可能民進黨就沒有息次了 但是他把這個 隨這個海線三線這樣重新分割的話 那麼海線地區的 這個閩南人民進黨比較多的區域的話 就會當選一席 所以你看你怎麼畫 那如果像台北市的話 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人口增加現在八席 好不容易擺平了 下次變成九席 怎麼畫 多了一席 那就把文山換成兩個好了 那不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因為牽涉人口數嘛 那你們每個人口數還有一定的上下線的規定嘛 對不對 你不能說這個選區是50萬人 那個選區20萬人 那也不可能啊 所以如果台北市多一席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 可能目前的八個選區都要變多 你知道各位 牽液反而動全身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中間當然有很大的學問 這是政治選舉很重要的議題啊 美國每十年也搞一次 很有趣的是台北 我們過去那時候立法院 2008年要實施單一選區的時候 像我自己在內我寫了文章 告訴我們我們一定要考慮這個問題啊 台灣以前的立委是每一次選舉都會調整 以後改成單一選區不能每次的調整啊 你不能說每四年重劃一次那還得了 對立法委員跑到選區 選區服務 婚章行性跑那麼久 跑了三年之後 發現他選區一半不見了 誰會同意啊 所以像美國的話就是每十年 以中原任期的話 中原任期兩年就是每五屆 每五屆十年調整一次 那台灣是不是要比照 比如說我們一任四年 可能兩任八年 或者是三任十二年調整一次 你不能調整太頻繁了 對不對 你每隔四年調一次 每一次立委 立委那跑選區都不確定 你現在跑的是不是你的選區 對不對 下次就沒有了 那還得了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政治 實際政治這個議題 好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明 那這會牽涉到reapportionment的 然後這個gerlimentary的狀態 所以呢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剛才說過呢 選舉人團 每一週的選舉人團的數目 也是根據每十年的眾議員的選區重劃之後 再來決定 所以以今年最新的2010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 目前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加州目前是最大票倉總共有55票 有55票 德州對不對 38票等等 但是每一週呢 當然也有一些小的州就有3票 像是什麼 北達克達州啊 南達克達啊 佛蒙特啊 懷厄明啊 這些就有3票 阿拉斯加這些就有3票 所以當然我們也知道 也因為如此 像選舉的時候 這些大州 其實候選人都不敢掉以輕心 加州55票 佛羅里達29票 對不對 那小州3票的大概 候選人大概很少會過去啦 頂多派個副總統候選人過去看一下就好 因為50個州就要跑 你想想看一天跑一個州 也要跑兩個 兩個禮拜才跑得完 所以其實 對於這個大州小州的話 那麼 關愛眼神是不一樣的 而另外一方面的話很有趣的是 你們可以發現 那麼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因為在美國 基本上是採取 因為它是聯邦制 它是採取勝者全拿的原則 它是以每一州為單位來計算選票 它是以每一州為單位計算選票 舉例來說 加州有55張選舉人票 假設 假設加州開出了4000萬張公民票 如果 如果歐巴馬得到了2000萬01張選票 然後呢 羅姆尼得到了 1999萬 9999 但是這樣子就算加州 由歐巴馬獲勝 那算你只贏對方 在選票裡面只贏對方一票也好 但就是你在那一州獲勝 我們說這聯邦制的精神 以州為計算單位 而歐巴馬就可以南瓜 加州的55張全部的選舉人票 而不是說 你28張我27張不是這樣分的 55張全部給歐巴馬 各位的意思嗎 這個叫Winner Take All 叫做勝者全拿 或者是贏者通吃 那麼 所以說目前美國有51個選區 五十個州加上華盛頓DC 總共51個選區 其中有49個選區 都是採取Winner Take All 就是以州為單位 只有兩個例外 我們等一下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絕大部分 都是採取勝者全拿的原則 當然 根據數學的計算 一種極端的情況是 一種極端的情況是 以2010年最新人口普查的結果 這個選票這個選舉人票的分配的話 一個候選人 在最極端的情況 你只要在最大的11個州 各贏對方一票 其他的40個州全部得0票 你都可以贏得美國總統 各位了解意思嗎 你在最大的11個州各贏對方一票 你就拿下這11個大州的所有的選舉人票 就已經超過270票了 其他的40個州你可以完全不管 小眾已經完全不理 無所謂 你覺得拿0票 你也超過270張 所以也因為如此才有可能會造成 得票多的人會落選的狀況 各位了解意思嗎 你就要得票之後 可是你在幾個關鍵的州 你沒有贏嘛 那所以有理由 就會造成我們所說的得票 公民直接得票多的不見得會當選 因為他才是每一州勝者全拿的方式 就會造成這樣子的一種狀態 那麼我們該說過有兩個州不一樣 一個州是緬因州 另外一個州是這個科羅拉多州 他們是稍有一點不一樣的計算 像這個以緬因州來說的話 緬因州有四張選舉人票 他是怎麼算的 緬因州四張選舉人票呢 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有兩個眾議員 有兩個參議員 對不對 加起來四張 所以他算的時候呢 他是以眾議員的選區為計算單位 所以他四票這樣算 就是他先看緬因州全緬因州 全緬因州化成兩個選區嘛 他的兩個選區裡面各是誰當選 然後另外兩票就看全州誰當選 各位了解意思嗎 比如說緬因州如果四票裡面 他有選區一選區二 如果在選區一裡面 是這個羅姆尼獲得最高票 選區二是歐巴馬獲得最高票 可是全州加起來歐巴馬的票又比羅姆尼多 所以說那麼羅姆尼可以獲得選區一的那一票 選區二的話是由歐巴馬獲得 那全州的兩票也是歐巴馬獲得 就是羅姆尼總共得一票 歐巴馬得三票 他是這樣分的 他就不是winner take all 那摳巴馬獲得也是一樣 他是以選區 州議員選區為範圍來計算 除了這兩州之外 其實差異不是太大 但是全其他的幾乎全部都是我們所說的 叫winner take all 那我們說過在美國的話 那麼他大概就是在這個 剛才說偶數年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這個 星期二來這個投票 那當初最早的時候 我們說過呢 他們這群人本來就是好像地方上選出一些 讀過書的 這個才德兼備的 視野廣闊 比較高的這些人對不對 我們委託他來替我們選總統 當然這個 我再插一個話說個故事 為什麼這個時候啊 11月 因為當時他們在決定選舉的時候 因為大家想說平常大家都忙在田裡面耕作嘛 收棉花等等沒有時間投票 所以特別選了為什麼11月 就是秋收完以後 大家反正閒的沒事幹嘛 在秋收完以後呢 然後大雪在大部分地區大雪還沒開始下之前 所以呢在11月的時候呢 由大家來選舉各州的選舉人 對不對 所以就是規定就是11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 星期二 就是基本上是在秋收完之後 那大家投完票之後呢 選出了各州的選舉人 你們州有3票 我們州有6票等等 選出來之後 這些選舉人當選了 然後選舉人就要開始呢 怎麼樣騎馬或走路 要走到那一州的首府去 大家騎在一起嘛 要走到那個 走到他們那個首都 像這個 我們在德州 要從各地走到奧斯汀 他的capital去投下那一票嘛 當時也沒有火車 也沒有飛機 也沒有高鐵 那你要給這些人一段時間啊 走路走好久啊 對不對 騎馬要騎好久 所以呢他們規定 這些選舉人 當他們在11月 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 星期二 選出來之後 那麼各個選舉人 用各種交通方式 要趕到各州的首府去投票 這要給他們一段時間 並且中間可能碰到下雪啊 這個路途阻隔啊 對不對 要走很久 所以呢規定 那麼他們這個 要走到各州的首府去投票的話 時間是在 12月 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星期一 是規定他們的各個州的選舉人的投票日 這個各位不用記了 12月中旬某一天 他們大家齊聚於各州的首府投下這一票 然後這一票呢就把它封起來 這是各個選舉人投的 這票封起來之後呢 送到美國的首府華盛頓 送到美國首府華盛頓呢 這是我說的都是正式的過程 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呢 然後呢在參眾兩院隔年開議的第一天 開議的第一天由參議院的主席當場唱票 當場這個唱票 那麼比如說2008年那次選舉的話 就是到2009年的1月8號 國會開議當天 由當時的參議院議長 我們知道美國的參議院議長 是由副總統見任 是副總統見任 所以由當時的 美國的2009年1月8號 是由當時的副總統叫錢尼 由錢尼來當眾開票 來這個當眾開票 那麼這個來宣佈 就是一票一票唱票 宣佈歐巴馬一票 另外 當時美國的共和黨總統候選是誰 馬拉肯 McCain 對不對 政治人物很容易被遺忘 那麼 這個歐巴馬一票 McCain一票 歐巴馬一票 McCain一票 一直唱到270張 歐巴馬獲得270張 哇 全體齊離一致鼓掌 恭喜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 在法律上 好 就是國會開議當天1月初的時候 才由參議院議長一張一張唱票 宣佈他當選 然後呢這位新當選的美國總統 在1月20號宣佈就職 成為全世界下一個最有權力的人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子 當然現在不用那麼麻煩了嘛 現在大概投票當天大家都知道了嘛 可是各位了解 這中間有幾個環節 可能各位需要知道 這些選舉人 他們到底 還可以獨立行使投票權嗎 當然我們知道呢 最早的時候的確如此 我們選出一些人 由他們來替我們選 他們投給誰 就按照他們的智慧判斷 對不對 他們是比較聰明的人 他們讀過書的人 所以理論上這些投票人 這些electors 他們應該是獨立行使職權的 可是我們知道呢 當政黨政治逐漸落實之後 事實上這一群選舉人 現在已經不具有實際的權力了 都是一些政黨酬庸性質的代表 他們只是各個政黨的什麼競選有功 或捐錢比較多的人 列入選舉人 大家就是來這個 一個榮譽值一樣 所以在美國目前大概已經大多數的州 他的選票上根本看不到選舉人 你只看到歐巴馬跟羅姆尼 那個州的選舉人名字都不列在上面 可是還是小數的州 會把那名字列在上面 作為說你是真的是在選他們 所以事實上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當天 你表面上是選歐巴馬跟羅姆尼 可是事實上你在選該州的共和黨 還是民主黨的所推出的選舉人的名單 儘管大部分的州上面名單上 連他們的名字都沒有 但事實上你在選那個名單 如果共和黨獲勝了 就是他所推出的名單 所有的人就成為該州的選舉人 如果民主黨獲勝了 他所推出的名單 就是代表那個州的選舉人 各位了解意思嗎 但是很有趣的是說 雖然大部分的州已經名字都不列在選票上 但是那些人是不是他們在12月的 第二個星期三州的星期一 天啊 還在標 當他們走進各州的首府投下內票的時候 他們是在獨立行使之權嗎 我可以告訴各位到今天為止 美國大概有將近半數的州已經明文規定 因為過去太多跑票事件 明文規定你不能夠投給其他的人 你非投給你的政黨所提名的人選不可 可是還是有很多跑票 我舉例來說好了 所以目前我們時候有半數的州 他還是規定 你就非投給他不可 可是還是有半數的州 他們還是堅持原來的理想 就是選舉人理論上是可以獨立行使之權 等等 那有沒有跑票呢 歷年都有 比如說1968年那一次福特對卡特 不是1968年 1976年 1976年那一次 那麼那時候福特準備進行連任 水門案之後 福特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 你知道嗎 1972年當時尼克森準備進行總統 提名了一個副總統叫安格紐 然後當選 可是剛當選之後安格紐因為 他在紐約紐澤西的州長任內 他寫了一本書收受不當的版權稅 然後被迫辭職 天啊這種事情在台灣跟你們小case 那麼他就辭職了 所以安格紐當選副總統之後 就被迫辭職了 那尼克森只好怎麼樣 當時就選擇了當時眾議院的議長 因為當時他的眾議院裡面素得人望 人緣很好選他當副總統 所以福特是美國唯一沒有經過總統選舉 就直接的變成副總統 他做了副總統沒有多久 尼克森因為水門案下台了 他不小心就做了總統 所以福特是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經過選舉 就變成美國總統 他當總統做到了非常感謝的黎克森 就把黎克森特赦了對不對 那 這個總統當時做了兩年多久 總統職位還不錯嘛 所以準備競選連任 可是就敗給了卡特 就輸掉了 那次選舉很有趣 就是呢 共和黨來自於華盛頓州的一個代表 當時共和黨在華盛頓州獲勝 理論上華盛頓州的所有的選舉人票 要全部投給福特共和黨提名的 可是有那個 那個 華盛頓州有一個人 他非常欣賞當時一位政治明星 叫做雷根 所以他投給雷根 雷根那年更沒選 可是不小心獲得一票 那這種例子 時常都會在美國出現 比如說上一次選舉 我記得上一次還上一次選舉 華盛頓州有三票 華盛頓州一向都是民主黨 可是上次華盛頓州三票 一投出來有一個人投廢票 為什麼 表示抗議 抗議美國一直沒有把華盛頓州 成為一個獨立的州 所以他為了表示抗議 投下一個廢票 所以美國歷年來都有這種很特殊的狀況 可是無論如何 這是選舉人團的一個制度 那你必須要獲得超過半數 否則就要由國會來選舉 但是我們說過呢 因為有了政黨政治的運作之後 所以最後一次國會有機會選總統 已經是1824年的事情 並且那次鬧出了非常大的風波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加以這個說明 好 這是關於整個總統選舉人團的 一個計算的這個方式 那這樣的方式之下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剛才說過 其實這個制度本身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可能會造成什麼 得票多的人會落選 因為採取勝責的全拿 對不對 其次的問題是說 這個制度事實上只適用在兩黨制 如果美國的總統大選 真的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第三黨候選出來 並且能夠拿下好幾州的選票的話 那就麻煩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事實上美國你可以發現兩黨 其實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止兩個啦 如果各位去上一項Google去查一下 這是我相信美國的總統候選人應該還是一二十個 他每次都一二十個 因為很多 什麼農民權益啊 什麼自由正義黨 反正就很多西亞小小黨 他也沒有錢在50個州成立競選總部嘛 他就要自己的家鄉登記成為候選人 總共得到幾百票這樣子 所以其實美國每一次總統大選 候選人大概都是一二十個 可是你真正聽過的 請問各位 除了羅姆尼跟歐巴馬也聽過第三個人吧 沒有人會知道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會有存在 正式開票的話 如果你查2008年的開票結果的話 一堆候選人 只是那些其他候選人加起來不到1%就是了 就兩大黨的候選 但是如果說 在美國歷史上也曾經 我們說早期沒有政黨的時候 候選人都蠻多的 所以時常可能會有機會 得到不到半數的支持 但是即使到了現在這種情況 也一次一次的可能衝擊到整個選舉聯團制度 比如說1992年 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候選人叫Rose Perot 裴洛 裴洛 這你知道各位知道嗎 他曾經在美國的總統大選 拿下了2000多萬張選票 2000多萬張比台灣人口還多 可是 可是他沒有贏得任何一州 在德州差一點 因為他是德州人 他德州排名第二 他萬一在德州拿下了德州 當時德州是30 我記得是33張選舉人票 他如果拿下了30張選舉人票的話 就會迫使兩個主要候選都不到270 可是北若當時全國拿下2000多萬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在任何一州獲勝 所以他的選舉人票是掛0 0 對不對 但如果說以後 我們不敢說嘛 有些媒體這個越來越發達 網路越來越發達 說明以後還有一個非常具有魅力的總統 獨立的或第三黨總統候選人突然一軍突起 改變了美國兩黨政治 甚至他拿下了幾個州 那美國這個選舉人票制度就會備受考驗 怎麼樣備受考驗呢 首先如果沒有人拿到270張 我們剛才說過就必須由國會選 國會選的時候是由總統候選最高的前 得票的前三名列在眾議院的選票上 副總統候選得票的前兩名列在參議員的選票上 由眾議院選總統參議院選副總統 參議院就是每個參議員就有一票 100個參議員就那兩個候選人之間投票 誰票出多誰當選 眾議院的話很有趣 我們說過當時那些小州處心機率的設計 在眾議院選總統的時候呢 每州一票 每州一票 所以呢50個州50票 誰拿下26票就會當選 那問題來了 那一州要投給誰啊 比如說啦 有某一些州 像阿拉斯加州 他眾議院就有一票嘛 所以那個眾議員屬於什麼黨還可以投給他嗎 假設啦 這次選舉歐巴馬在阿拉斯加獲勝 他是民主黨 對不對 民主黨獲得了這個阿拉斯加的多數支持 可是萬一沒有人過半數必須由眾議院選的時候 如果好巧不巧 阿拉斯加州的眾議員是共和黨 你猜他投給誰 他一定投共和黨嘛 他不可能投民主黨啊 所以就可能造成 某個選區某個州裡面 某個立法 美國總統候選獲得最高票 可是在國會選的時候 他不見得會獲得那個州的支持 而另外的情況是 如果某一州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免一州 中議員兩個 萬一一個共和黨 一個民主黨 那那一州要支持誰 你說我們兩個來猜拳好了 不可能嘛 開玩笑選總統還跟猜拳的嘛 或是這樣子 我們討論一下嘛 協商一下 這次你讓我嘛 下次我讓你 開玩笑下次可能一百多年以後耶 對不對 所以呢 很多憲法學者說 我們不是開玩笑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如果任何的州 他的票數是偶數票的話 都可能會造 尤其在美國這種所謂的這種 這種制衡的觀念也很重 往往可能就是 那個州裡面有 正好眾議員 就是共和黨跟民主黨的 席次是一樣的 任何的那種州 如果真的由國會來選的話 那一州最後的結果 都可能是棄權 棄權 因為他沒有辦法決定 那個州的選票投給誰 像我們剛才所說 緬英州可能一個共和黨 一個民主黨 你要投給誰 最後那一州決定棄權 所以這變得很有趣啊 有國會選人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還有一種狀況是什麼 比如說真的有一個 非常高人氣的 無黨籍的候選人 他在全美國拿下最高票 其實在台灣2000年 宋楚瑜就差一點了 宋楚瑜那次無黨籍 就差一點拿最高票 而在美國我們說過 這樣子高人氣的無黨籍拿他最高票 可是造成了 這個無黨籍候選人 跟共和黨民主黨 三個人沒有人過半 沒有超過270票 而必須由國會選 這位高人氣的無黨籍候選人 等到列到國會選 由眾議院投票的時候 他一定得0票 因為沒有任何一州 是有無黨籍掌握多數嘛 對不對 不是共和黨民主黨 所以這位全美國最受歡迎的候選人 只要進入國會的階段的話 他一票都不會有 那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當然另外一個有奇怪的事是 因為現在是由眾議院選總統 參議院選副總統 所以理論上還是有可能出現 不同黨的人 共和黨當選總統 民主黨當選副總統 我說當初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還沒有政黨 所以那時候沒有關係 可是現在當政黨政治出現的時候 你在美國產生這種狀況 那不是很有趣嗎 被迫要合作 那也不錯啦 你想想看台灣如果一個是國民黨 一個是民進黨 那也滿好玩的 那麼 所以這個制度我們說過 如果任何的一個第三黨或五黨籍人出現 都可能把這個制度 會面臨到很大的憲政危機跟挑戰 這是美國目前的一個運作的一個 所謂選舉人團制度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部分 那當然最後的問題是說 那這個制度這麼大的問題 美國人怎麼不改啊 對不對 學學我們台灣嘛 我們多簡單 每一個人投一票 最高票當選就好了 搞那麼複雜幹什麼 我們說過因為第一個呢 他有歷史淵源 從1787年制限的時候 各方妥協的結果一直沿用至今 那現在加入了政黨政治之後呢 其實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其實呢 到了現在要改好幾次 修正案都比提出來 最近一次在1970年代 還曾經憲法修正案被提出來 一個月過了一個月沒過 在美國修憲的時候 兩個月都要四分之三通過 兩個月都要三分之二通過 交由各州 要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才可以通過 他是非常剛性的憲法 很難修 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選舉人團制度本身 其實大州小州還是不捨得把它廢掉 為什麼 對於大州而言 我們剛才說過 他的選舉人票終究是很多的 對不對 終究是很多的 所以呢大州他認為改成任何的 比如說相對多數的話 他所具有的影響力不會比現在強 因為在勝者全拿的情況之下 你改成相對多數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 加州對不對 一口氣誰贏了一票 就南瓜55票 加州就55票的分量 但是如果改成相對多數學的話 你可能是 這個2001票比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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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加州沒什麼影響 其實是even嘛對不對 所以大州其實呢 他們在選舉人團票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他們不願意改 因為他們認為改了之後 對他們的影響力會下降 可是對於小州而言也不願意改 因為我們知道呢 現在小州的情況是 他們選票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各位了解意思嗎 好比如說阿拉斯加州 你可能一張選票在阿拉斯加州 代表的是10萬人 可是在加州一張選票 可能代表的是60萬人 所以事實上在阿拉斯加州 他的選票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所以小州也不願意改 當然更重要的是 兩黨都不願意改 因為這個制度本身是 終究 不是你贏就是我贏 兩黨的既得 就是所謂的這個既得利益者 任何的改變 你改成相對多數決的話 那麼都有可能會造成 第三黨或其他勢力的崛起 而改變了整個美國百年來 兩黨政治的傳統 所以呢 雖然這個可能會面臨到 如果還是有 所以無黨籍人出現 但是在無黨籍出現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所謂選舉人團制度之下的話 終究還是具有比較大的壓抑作用 改成相對多數的話 會更容易讓無黨籍的人出來 或第三黨的人出來 所以在衡量輕重之下 他們還是願意繼續維持這個制度 除非以後真的出現了重大的危機 那麼所以呢 目前我們說無論是對於大黨 對於大州或對於小州 對於共和黨或對於民主黨 都沒有強烈的動機 想要改變目前的制度 雖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制度有很大的缺陷 有很大的缺陷 那當然這是我們所說的 選舉人團制度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我們剛才說過呢 在我們的1991年的時候 台灣進行第一次修憲的時候 成績國民黨想要推這個 就把它稱為叫委任選舉制 那後來因為他們的主席李登輝 還是堅持要直選 所以後來就改成了直選 但這個制度在台灣也差點實施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 過去的經驗 好這是關於美國的整個的選舉 當然所以你可以了解 他的選舉制度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現未來兩個禮拜 大家討論就是這個焦點 那目前來說 其實大勢差不多 大部分的州都已經差不多確定 好舉例來說 如果各位看一下現在美國地圖 有一些州 我們已經說已經確定民主黨一定贏了 甚至有一些州 其實美國也是一樣 很多州 比如說過去30年 過去50年 民主黨沒有輸過 那有些州過去30年50年 共和黨也沒輸過 好像台灣也是一樣嘛 可能台灣還沒有這樣子 你說什麼北藍 南綠 可是你可以發現 所謂的北藍 任何一個北部的縣市 民進黨都曾經執政過 台北市你說 這個深藍 阿扁也當選過 桃園 深藍 李秀蓮也當選過 對不對 基隆 民進黨過去的這個李靖勇也當選過 所以其實任何一個藍色的縣市 其實民進黨都當過 可是在美國真的很多縣市 不是很多州 真的比美國還要更紅或更藍 除非紅藍嘛 美國就是藍色就是民主黨 我們上次說過吧 紅色就是共和黨 對不對 比如說現在我們幾乎確定了 像我們剛才說過華盛頓DC 民主黨沒有輸過 一定是他 那三票是他的 加州55票 紐約29票一定是民主黨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給各位來看一下 目前大概 我們剛才所說的舉例來說 加州 德拉瓦州 華盛頓DC 夏威夷州 伊利諾州 馬力蘭州 馬賽諸塞州 紐約州 羅德島 維吉尼亞州 這些州是我們所說的 叫做深藍 民主黨的一定贏的州 那有些州是共和黨一定贏的州 像是阿拉巴馬 像中西部的一些州 比較保守傳統的農業線 大概都是共和黨的天下 那麼阿拉巴馬 阿拉斯加 阿肯舍 阿肯舍 艾達河 Kansas州 Kentucky Luciana 密西西比 Nebraska Oklahoma Utah West Virginia 華奧米 這些是共和黨的大北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州 已經大概都抵定了 那現在真正我們所說的 就是少數幾個州 我們稱為叫Swing State Swing State 就是搖擺州 就是過去的話這個州 有時候是共和黨贏 有時候是民主黨贏 而這一次的民調看起來也不向上下 然後還不確定哪一黨一定會獲勝 那當然我們知道最後兩週 所有的重點就是這幾個 Swing State 對不對 那其他都很底定的 大概也不用去看 頂多是顧票而已啦 可是Swing State 還是目前的兵家必爭之地 各位可以看一下現在的一些媒體的報導 或是你看看這些候選人的行程 主要就是擺到一些未定的 這些Swing State上面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要官選的話 這是最重要的重點 而目前所有的Swing State裡面 有三個最重要的Swing State 是我想可能就是決定選舉勝負的 最重要的一個 Florida 29票 第三大州 Florida 29票 目前還未定 目前據說是比較 可能是羅姆尼 Florida還是可能會贏 但目前還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所以Florida 29票的話 目前是搖擺 搖擺 但是羅姆尼的勝算似乎是比較大的 另外一個Swing State 賓州 20張選選票 第四大州 也還未定 還有一個關鍵州就是Ohio Ohio州 它有18張第五大州 所以第三 第四 第五 29張 20張 18張 這個是Florida 賓州 還有 Ohio州 目前還都是 大概還有十個左右的Swing State 這其中三個是最大 其他用三票五票就不要管他 那麼 這個 這幾州是非常非常大的州 尤其是Florida 是關鍵 因為現在Ohio看起來 似乎是應該歐巴馬會贏 那賓州 可能歐巴馬也有機會 那Florida的話應該是羅姆尼會贏 但是都還不確定 所以這三個 大概Swing State 是目前觀戰的一個重點 所以各位同學 有興趣要Follow這個 總統大選的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 未來的重點 可能就看這三個州的 一個選票的一個流向 這是 所以我們看的是 不是全部的美國 看他什麼民調 什麼歐巴馬現在45 羅姆尼43 那不重要 重要就是 你要看每個州的狀況 這才是決定 否則就不會出現2000年嘛 明明高爾 民調對不對 然後最後得票結果都比布希多啊 照樣數啊 所以民調數據那其實不算 那是騙外行人的 各位而言的話 應該要看每一州實際的狀況 才是真正的要看 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這個 實際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但無論如何我們說過 到了現在為止很有趣 我最後再補充一句話 其實你說到了現在 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過程 早就是歷史了嘛 好 現在當天比如說各位 11月6號 台灣時間11月7號 我們就知道選舉結果 對不對 歐媽媽還是落明獲勝 當天晚上就知道啦 各州開票 除非像上次2000年佛里達的爭議 一直延遲到12月底才決定 否則大概當天晚上就知道了嘛 可是形勢上 雖然大家都知道誰黨選 可是形勢上 還是要等到12月中 那些選舉人 要去各州投那一票 我們講了兩個小時啊 好 然後呢 這個選票集中起來 到了1月初由國會開 那才算正式的 好 legally才是正式宣布誰當選 當然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比如說在1960年 那是非常激烈的一戰 49點幾比49點幾 就是尼克森對甘乃迪 最後呢我們知道甘乃迪獲勝 當天晚上就知道啦 可是真正的到了1月初 由當時的參議院議長叫做尼克森 因為他是副總統 由他來宣布一張一張唱票 我一票 甘乃迪一票 我一票甘乃迪一票 很殘忍的事情 然後最後呢他來宣布 他的對手恭喜甘乃迪當選美國總統 多麼殘忍的過程 好我們休息一下下一個紀錄回到特別來上課 那麼我們最後說明一下這個故事 就是美國的總統選舉史上 發生一個最大的事件 就在出現在我們剛才所說的1824年 那麼美國的這個1824年的總統選舉 當時美國總共有24個州 然後呢計算出來的選舉人票是261張 比如說當時的這個Andrew Jackson 就是當時的非常有名的英雄 他征服了比如收復了很多的 不是收復了就是征服了很多過去西班牙的屬地 比如說Andrew Jackson的手上拿下了佛羅里達州 簽訂了這個 注意現在他的條約拿下了很多一些 所以Andrew Jackson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將軍 那麼然後呢 John Grayson Adams 駕駛越遠 他爸爸做過美國的總統 第二任的美國總統John Adams 那麼等等 當時我們中國政黨還沒有完全出現 那麼但是已經開始雛形出現了 可能候選人還是蠻多的 當時主要是四個候選人 1820年那天選舉 那天選舉很具有特色 因為四個候選人 所以沒有人 我們知道261張選舉人票 過半數是多少 132張 對不對 然後呢各自四個候選人獲得的選票數是 Andrew Jackson拿下最高票99 然後John Grayson Adams 八個四張 William Crawford 41張 然後Henry Clay 37 沒有人超過132張選人票 然後他們各自贏得的州呢 24個州裡面 Andrew Jackson贏得了11個州 那麼John Grayson Adams拿下7個州 然後另外兩個人各在3個州獲勝 他們各自有各種的地盤 那種的實力發表 所以呢在州的數方面 Andrew Jackson也是獲得最多數的州的支持 所以各位看一下 在選舉人票他最多 贏得的州數他也最多 其實在公民票裡面 Andrew Jackson也是最高票 他的三項第一 選舉人票最高 公民數最多 贏得的州數最多 三個都第一 但是沒有人破半數 而後來必須要國會投票 我們知道在國會投票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 得票最高的前三頂在國會裡面 一整個就是這三個人進入 對不對 Henry Clay被淘汰 然後在國會裡面每州一票 當時有24個州 所以任何一個候選人能夠拿下13個州 就會當選美國總統 只要13個州就當選美國總統 然後當時在國會裡面那個支持狀況 大概是這樣 其實呢 Andrew Jackson雖然來向三項第一 可是在國會裡面的狀況 那個政治基因嘛 之間就有派系啊這些東西 他只拿到了7個州的支持 然後呢 John Clas Allen 10個州 然後Win Crawford 4個州 然後Henry Clay事實上 他在國會裡面 也能夠掌握3個州的選票流向 就是他獲勝那3個州 其實這是他的地板 他的地板 所以在國會裡面投票之前 在美國才是個歷史上最有名的 就是Colabargan 這是非常腐敗的交易 出現在1824年 在美國也不是沒有這種事情 怎麼樣的事情呢 就在國會投票之前 每週就一票嘛 然後這位被淘汰的Henry Clay 跟John Clas Allen 10個州達成協議 我所能夠掌握的3個州 這3票支持你 然後我要當國務卿 後來呢John Clas Allen 10個州同意了 這是個bargain 在美國歷史上稱為了Coron Bargain 然後呢 真的他以國務卿的職位 換取了那3個州的支持 然後呢10加3正好過半數 當選美國董事 然後呢Henry Clay也無願地 當上美國的國務卿 這是美國的歷史故事 所以當然這個情況我們知道呢 任何的這個選舉 如果是選舉人團員過半數 由國會選 由少數人來選 這少數人之間的一種交易 都是有可能出現的 對不對 那像台灣國務卿如果多大的時候 正在用委任選舉 比如說國民大會 人民選出委任代表 由委任代表來選總統 那國民大會裡面 跟這個候選之間 有沒有發生交易的可能性 還是有可能存在 然後過去總統6年選一次 國大選也是一樣 每次總統選舉之前 國大要求 哎呀我們最近住的好差啊 這個總統要不要蓋一間房子給我們住啊 總統馬上答應啊 對不對 協定的中央新村啊 內湖的什麼大湖山莊去蓋起來啊 所以其實這種狀態呢都是有可能的啊 那在美國的話這種故事是 的確發生過的 的確 這是美國歷史上非常有一點點的故事 在所謂的選舉人團制度之下 當選舉人團票沒有辦法過半數 必須有國會選的時候 這種故事就會出現 這是跟各位做最後一個這個介紹 好 我們就再回到我們課本的第二章的內容 所以是一步的討論 請同學翻到28頁 我們在上一次上課呢 對於古典的政治理論 大概做了一些廣泛的介紹 並且做了一些補充 包含對於馬克思主義啊 列寧的一些觀點啊 馬克思的這個解釋資本主義 從這個出現到演化到滅亡的什麼 三個經濟法則 列寧的第四大經濟法則等等 也做了一些補充的說明 那今天呢我們進入到所謂的當代 當代的理論 就是主要這邊我們所說的contemporary 主要是指到二次大戰之後 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一些當代的政治學理論 其實在這邊所說的theory 與其說theory 我覺得建議各位不妨把它想成一個叫做approach 叫做途徑 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我們示範 以後各位如果學生學方法論等等 會讀到這些東西 就是像行為主義 或者說理性選擇等等 我們與其把它稱為一種理論 不能稱它是一種approach 一種研究途徑 我們從所謂行為主義的研究途徑 來分析某一些政治的一些現象 從所謂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 在這種假設之下 來看待某一些政治現象的一些探討 所以當然它用theory也非常不可 但是我可以建議各位可以從研究途徑的角度 來看這些東西 那當然這種各種理論也罷 研究途徑也罷 對於傳統的政治學者而言的話 用研究思想 研究這種所謂政治哲學的學者而言 這種都是小case的 很非常小假的細 如有課本證明所說 像是火柴盒一樣小東西 但是終究這60多年來還是在政治學研究裡面 各領風騷 對於很多政治學者造成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所以雖然比不上我們看看過去那種大的理論 這種契約論 馬克思這種東西 但是終究這些理論還是在當代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意義 那在這邊我們所介紹幾個重要的一些研究途徑 或者說政治學的理論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行為主義學派 那麼行為主義 它的出現是二次大戰之後 主要是在美國1950年代以後 而首先行為主義 事實上主要也是在美國 很多的歐洲的一些政治學的一些傳統的學校 其實對於行為主義並不見得那麼認同 甚至歐陸的一些國家 它還是講偏重於傳統的一些政治思想 政治哲學的研究 主要是以美國為主的 二次大戰之後所掀起的一股 甚至我們可以稱為叫行為主義革命的 這樣的一種研究的一個風潮 為什麼會如此的出現 主要他們當然也是面對現實的不滿 主要在二次大戰之後 許多的一些學者反思 那麼歷經了共產主義 法西斯主義 尤其是兩次大戰的爆發 使得很多的政治學者 如同課本對面提到的 很多政治學者會思考到 重新檢討過去的政治學的研究 這種非常強調的制度面好像有什麼缺憾 實際上我們會說土法不足以自行 他們認為說過去的制度面 就似乎太過於靜態 就算是制度 法律規定是怎麼樣 可是實際的政治運作往往是另外維持 舉例來說 當時被號稱全世界最好的一部憲法 威馬憲法 最具有進步性 規範了最好的一部憲法 很多重要的一些新的概念 在威馬憲法已經充分體現了 可是威馬憲法卻只實施了三十幾年 就產生了另外為獨裁者 甚至導致了二次大戰的爆發 所以很多人想說 你有那麼好的一個憲法又怎麼樣 德國實際的政治運作 根本不知道你憲法走的嗎 所以光從制度面的研究 你搞出那麼好的憲法 還是不能夠避免戰爭的出現 還是不能避免獨裁者的出現 所以光從制度 不是說不重要 而是說光研究制度是不夠的 尤其是說從制度的靜態的 這種所謂的 這個國家應該怎麼樣是不夠的 更重要的是它真實的狀況 可能跟實際運作會有落差 所以很多學者開始從這方面的思考 制度過去傳統的政治學的 這種institutional study 這種所謂制度研究似乎有了缺憾 所以很多的政治學者 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學者 二次大戰之後 他們就開始思考在實際政治上 哪些其他的值得研究的一些面向 所以說在戰後的很多美國學者 就依循著各位看一下課本 那麼這個28頁的這個倒數第四行這邊 依循著19世紀的一位法國的哲學家 叫做孔德 孔德的學者 我們所說的實政主義的這樣子的一種精神 我把這個孔德稍微在黑板上做一個進一步的說明 孔德呢基本上他是19世紀初的人 那麼現在的時常被稱為叫社會選之父 因為有人說sociology這個字根本就是他創的 從他開始才有開創社會學的這樣一個研究領域 那除了他對社會學的一個重大學 就是社會學的開創者之外 事實上他也是第一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 採取所謂的實政主義 利用所謂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 採用科學的方法 當時被稱為所謂的實政主義 來研究社會現象 來開創我們所謂的社會學這樣一個 在社會科學的一個新領域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學者 而社會學雖然是社會科學裡面 第一個從事所謂的實政主義研究的 從事這個行為的研究 當然我們知道發展到現在 其實在社會科學裡面 這一方面走的最前進的是經濟學 是經濟學 政治學的話大概就是在二次大戰之後 從50年代開始 有一群美國的政治學者 他們開始也引進了所謂的科學研究 引進了所謂的這種科學研究的方法 那麼來套用所謂的自然科學 或者說這種科學研究的這種方法或精神 來看待一些複雜的政治現象 那麼所以說根據這種所謂的 所謂的孔德實政主義的這種傳統 在政治學裡面我們稱為叫做行為主義 當然我們說整個社會科學裡面 這一方面做得最好的 大概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學 另外如果你把心理學也算是社會科學的話 我們其實心理學的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強 在這一方面所謂的科學研究 實政主義的這個方面 而他們所強調的行為主義 當然不明思議 他們強調研究的是人的行為 而不是研究人的思想 它重點不是放在思想或者是情感 而是放在行為面的研究 那麼從1950年代開始的話 那麼政治學所掀起的這一股 所謂的行為主義革命的浪潮 那麼他們帶入了所謂的實政主義 帶入了科學研究的方式 進行人的政治行為的研究 所以說他們也把大量的比如說數學 尤其是統計方法 統計方法應用在政治學的研究裡面 那麼主要是幾個領域 最多的當然比如說像是研究選舉 投票行為 研究民調 另外像是國會議員的投票行為等等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後期會主義學派 他們研究實際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這種隨行為主義的話 不可能說在政治學裡面 所有的議題都可以研究 它就只能夠應用於他們比較方便 或是說比較強的可以放的部分 就我們剛才所說的像投票行為等等這些研究 政治社會化等等這些方面的研究 所以說他們是用在一些可 我們簡單說可量化的一些議題的研究上 你不可量化的東西是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用在一些可量化的研究上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 這60年來 那麼所謂行為主義學派的確對於政治學的研究 有相當大的貢獻 有相當大的貢獻 他們有一些使中的資料 然後進行一些統計的一些分析 而得到了某些過去政治學上 所沒有辦法發現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理論 或者是一些重大的發現 並且甚至可以對於一些長久存在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論點 他們會用實際的證據來證實 或者是來反駁政治學上一些過去的一些論述 而這些論述是不是真的經得起實際經驗的解證 其實他們在這方面其實做了非常大的一些貢獻 他們也對於許許多多一些重要的理論 提供了非常堅實的一些史證的基礎 所以這方面其實我們說過 在這種投票行為 在很多的一些重要議題上的研究上 的確對於政治學起了相當大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實際上把什麼叫行為主義革命 他在政治學裡面真的掀起了一股研究上的 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的革命 當然這個隨行為主義學派 我們說過在50年代 60年代 在美國掀起了這樣子的一股革命的浪潮 那麼當然也對於像台灣 我們這邊也稍微說 對於台灣的政治學研究 當然也造成一定的一個衝擊 像我是在大學唸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 就是各位的再上一輩的老師們 大概就那個時候剛剛 我唸大學什麼時候 197 算了 197X年 那麼那時候我們在唸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正好就從美國 60年代 在美國學院內套回來帶來台灣 所以在台灣那時候也開始出現 所謂的行為主義的一些研究途徑 比如說我在唸書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老師像是袁聰錫老師 袁聰錫老師後來說 我進來大學的創校的校長 他是第一個在台灣做 所謂的兒童的政治社會化 台灣兒童的成長過程對政治的認知 他是第一個從事 這是一種行為主義研究 另外老師叫胡佛 胡老師他是台灣第一個做台灣的這種價值 政治變遷這種投票行為的研究 那時候像胡老師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胡老師剛開始在台灣做那個 台灣地區的一些民意的一些調查 各地做一些訪談 然後資料的收集 還key in 對不對 那時候還是很簡陋的一些電腦的東西 然後他找了一堆研究生幫他做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大學部學生也可以找去 幫那些研究生收集的資料來打這些資料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就幫助一些當時的研究生 什麼朱雲漢 陳明通 那些研究生來做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開創了像胡老師的工作室 就開創了台灣最早的 從事經驗研究的一個領域 而胡老師那時候所培養的這一批研究生 我們就把他們稱呼叫佛門子弟 胡佛老師的學生的佛門子弟 那當然胡老師後來當選了 我們政治學界的第一個院士 朱雲漢 院士 就是他這方面做了一些開創性的東西 那今年我那位學長朱雲漢 也當選了政治學界的第二個院士 他們都是做這方面的一些研究 當然除了台大之外的話 政大這幾大概這十年來 最重要的就是政大學級研究中心 TEDS 我想說不定以後各位有機會 去參與這TEDS的問卷訪談等等 政大的選研中心 他們也是長期的從事台灣的選舉 民主化的一些調查 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資料 所以台大目前就是朱雲漢老師跟張耀忠老師 他們負責的叫做東亞民主動態調查 那麼政大就是選舉研究中心 在做這一方面 另外就是中研究院 中研究院他們有社會學方面 有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台灣社會的變遷調查 那是主要社會學方面一些 態度的一些轉變等等 所以像這些我們所說的從胡老師的研究室 到這個TEDS這個政大學院中心 一直到中研院 從社會變遷調查 大家都台灣所謂的行為主義 這一派的這些研究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成果 當然也是目前大概這二三十年來 在台灣政治學界表現最佳的 表現最強的一群這個學者 在學術研究上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那另外的話像我們 我們西藏的話像我們西藏 馬上退休的霍永泰老師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機會上他的課 霍永泰老師明年要退休了 然後霍永泰老師 他是我們目前國內的這個統計方面的權威 這個大家公認最厲害的統計方面 所以我們的學長應該很多人 上過霍永泰老師的課 就是調查研究統計方面 他算是第一把手 霍永泰老師很有趣 霍永泰老師是我們台大政治系畢業的 到密西根大學拿到是生物統計的博士 我們這位先生太厲害了 那回來之後也是從事調查研究的工作 他是我們國內在這個領域裡面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學者 這就屬於我們所說行為主義的學派 當然他們這個我們說過 對於台灣的政治學界 當然對美國的政治學界 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跟貢獻 但事實上 紀錄到像60年代 1960年代末期 他們大概從1950年代 60年代以美國來說 是他的全盛時期 全盛時期 那影響當然現在還是有 很多人還是在做這方面 但是他最強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壓倒一切 最強的就是50年代 60年代的時候 那麼但是從大概1960年代末期開始 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 這種所謂的行為主義學派 就漸漸的引起了一些批評的聲浪 那麼這個批評聲浪其實是來自於不同的一些學者 當然很容易想像到一些傳統的制度研究學者 大部分批評他們 用傳統研究制度 如果你們光研究行為 只看到個人沒有國家 國家去哪裡 整個政治學研究從state開始 你們光研究個人的一些行為 可是那些行為固然是重要的 可是政治學很多重要議題 都被你們忽略了 所以引起了很多一些傳統的政治學者的一些批評 認為說你們只是太偏頗了 只是集中於某些重要議題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的 但是除了傳統的制度研究學者批評他們之外 其實也來自於新的西異派的一些政治學的新銳 尤其是隨著這個柯本如談到的 越戰新體之後60年代 打越戰之後這種越戰之後的新生代 也都被他們批評 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行為主義學派的學者 太怎麼樣 遷就於現實 忽略了改變的可能性 因為往往是以美國的價值回最高的價值 好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說明 什麼都是美國最好 以美國的價值為他們的一個典範 像是當時他們研究這個所謂政治文化 這個Elonoverba 1963年的公民文化這本書裡面 就是有意無意的就是 以美國的這種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做得最好 其他國家政治文化都要向美國學習 而美國寄存了這樣子的一種政治體制 或政治文化這種現狀 是一種最好的狀態 所以對於後來我們所說的 開始這個越戰之後的一些年輕的學者 對於這種現象其實也不是很滿意 他們認為他們只是一個 在這個替美國的現狀 美國的霸權 和美國本身的價值來做辯護的 一些這樣子的研究 所以說當然 行為主義相對於過去的傳統的 學派的學者的話 他們認為傳統的學派他過於保守 所以這個當然不同的時代之下 會有不同的一些價值的這個取向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說 行為主義學派他們可能只是 針對某一個特定時間之內 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當時的一些人的行為來進行探討 往往可能忽略了一些所謂的變遷的可能性 往往可能忽略了一些所謂的變遷的可能性 在時間之內 在研究上會有他的一些局限性 他們會比較有偏好現狀的這樣子的鮮豔的價值的存在等等 那麼而大概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人會批評說 那麼行為主義學派也可能只是研究一些 我們剛才說的可量化 可研究的議題 其他不能量化的東西就被他們忽略了 但是這些不能夠被量化 不能被行為主義研究的課題不是說不重要 而是說他們沒有辦法研究 但是久而久之 因為他們操控了一切 所以這些議題就變得越來越受到冷淡的對待 當然這個對準的政治研究發展是不好 我所說的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打開期刊充滿了很多數學符號 那些不是數學 不是用數學寫的就上不了期刊 你就發表不了 你就升不了等 對不對 是他們現在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資源的分配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到現在還是存在 所以一直到21世紀的時候 美國還在辯論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發現了政治學的期刊 越來越看不懂 你不要說經濟學的期刊了 你現在看看經濟學的期刊 那數學是非常非常難的 難道已經不是普通的難 那現在政治學的期刊 越來越都很傾向 我們實際上很多人說 唉 我們來讀政治系嘛 就是不喜歡數學嘛 可是你現在看看政治學的期刊裡面 你幾乎看不懂 非常難的數學 當然那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問題是那些東西 那些模型 那些理論 只能夠解釋部分的現象 所以當然這個問題就是在政治學 政治經濟學都一直在辯論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可量化的不代表全部 那麼所以說很多學者我們說過 從60年代末期開始 他們就批評行為主義學派是見數不見的 往往只能夠很微觀地去研究人類的某些行為 但是對於其他的一些不可量化的一些事物 卻視而不見 他們往往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這種個人主義的傾向 劃越了很多複雜的事情 很多事情好像都是人所造成的 但是往往忽略了其他我們所做的精神層面的 哲學思考的 這個制度層面的一些問題 那麼這是會使得人在研究政治問題上的話 宏觀的一些觀點會越來越縮小 這是一些學者對他的一些 行為主義學派的一些批評 那麼終於這樣的批評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例點就是1969年的 當時美國的政治學會的會長 他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做David Easton 在 sabe啟發什麼 這個小小小的大小的大小 和你的小小小的大小 在這家人裡找到一個小小的大小 , 但是中國大小小的大小 還有我們的小小小 各位看一下二十九頁的最後一段 這邊最後一段提到1969年 許多的一些政治科學家他們承認了 很多對於行為主義的批評 那麼而開始進入到所謂的 後行為主義的運動 而這邊所指的1969年作為分界線 主要就是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David Houston 當時他擔任美國的政治學會的會長 他在1969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政治學的新革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迴響 很多學者對於他的觀點非常地認同 他當時在這篇文章裡就提出了 他對於過去的二十年來的美國的政治學的發展 行為主義的一些反省 然後也承認很多人對行為主義的批評是有他的道理 那麼他也當然進一步的提出來 進一步的提出來 希望未來美國的研究 政治學的研究能夠同時的結合了傳統的研究途徑 跟所謂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研究途徑 不要太忽略了傳統制度研究的價值 能夠結合傳統與行為主義學派的研究途徑 然後兩者不可偏廢 那麼所以很多人把這個時候稱為 所謂的後行為主義時代的開端 後行為主義時代的這個開端 那麼簡單地說 所謂的後行為主義 所謂的post behavior這個所謂的approach 後行為主義研究途徑 他大概有三個主要的論點 在黑板上把它寫出來 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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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摆上我把大概特别的内容稍微做一点整理跟这个增补 那么所谓的1969年之后呢 从Davidson已降开创了所谓的美国政治学界的 后行为主义的研究的一个方向 所以后行为主义简单的说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结合了传统的研究跟行为主义学派 二者不应该这个这个偏配 那么你要从世界化研究 OK 但是你也必须注意到 要注重历史制度这些规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等等 那么简单的说他们认为呢 行为主义学派往往有一些缺点 这缺点是未来必须要加以补强的 就是说第一点呢 政治学者他不应该忽略价值 value还是蛮重要的 你不能强调昨天呢 我是价值中立的 我是不管价值的 价值本身就是政治学面对很重要的议题 那不一定要忽略价值跟所谓的传统的 当然是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一将 所以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 你看到了国家有问题 你必须提出方法来解决 你所面对的人的政治上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你不能说太这个超脱了一切 然后只是从事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的研究 而忽略了对于整个国家 应有了一点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所谓公行为主义学派呢 有呼吁政治学研究 应该要更重视实质的问题 对于政治上的一些重大议题的一些讨论 要每次做一些一些太技术性的东西 然后对实质的政治 或对于所谓国际民生 无关共养的一些东西的研究 那没有意义嘛 所以不是说没有意义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你不能完全忽略了 其实政治学者还是必须面对一些重大的议题 然后呢 政治上我们现在面对了 哎 台湾现在面对了两岸关系 如果跟一任重大的议题 政治学者必须要带领一定的角色 那第三点 不要说只能够做量化的东西 不能量化的议题 其实应该会有多余的 当然这是当时行为主义学派 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这种现象 一直到今天 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台湾 当时所说的那些论点 还是直接我们来做一些反思的地方 当然这也不仅是包含政治学 也包含其他领域 包含经济学 像以前我跟各位也说过 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量化 那有些经济学者做的题目越来越小 文章越前越短 三五页就会发表 但是就有一天嘛 但是重大的 比如说我们说过早期的一些经济学者 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贡献 现在经济学者越来越少 真的看到在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 他每个人实际上做的非常小的东西 那这样的方向到底对不对 或许论文的篇数越来越多 可是对于国家的经济 却没有太大的抗现 当然这些东西 彼此间怎么样取舍 当然我们都应该来做一些反省 不仅是政治学 经济学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社会学者也不能整天在探讨一些 非常空虚高妙的一些理论 但是对于实际的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也必须要有一些看法跟态度 像我们很多社会学者非常从事 一些实际的社会的一些参与 这都其实蛮重要的一些学者也有进行责任 我们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后行为主义学派 在政治学界引起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反思 那当然这是第一个我们所介绍的 就是在当代的政治学理论 第一个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就是关于所谓的行为主义学派 50年代 6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 六年代末期进入到了后行为主义的一个时代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所以行为主义的影响也不存在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其实走行为主义学派的也就路线的 那么仍然在政治学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贡献的存在 这也是事实的 那么大概约略跟行为主义学派同时期的 稍微厚一些时间的就是我们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翻大30页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深远的 我们称为叫做系统论 System Theory 那么提出系统论的是谁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人 David Easton 他们1965年提出系统论 当然系统论不是取代行为主义 只是说当时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一些理论 那么系统论当然对于后来这三四十年来 也造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他的提出的人 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David Easton 他竟然活着 相信百岁高明了 他实在是当代的政治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 好几位重要的大师都还活着 Robert Dow Daw 各位应该也听过 那么这几位都蛮长寿的 可见对于一个政治还蛮长寿的 那么David Easton现在 这个还是我们以前介绍 Hez Morgan所这个现实主义的重要学者 他好像也还活着 上次说那个提出那个Mr.X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里面的肯南 George Clinton提出围堵政策 好像也还活着 这件实在是 好 介绍系统论 怎么样 系统论的话 那么所谓的System Theory Political system 政治系统 或政治体系 那么什么叫系统 什么叫System 这个概念基本上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名字 我们先把这个系统的概念 先做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进入到系统论 在政治学上的一些应用 那么基本上所谓的系统 它是来自于这个自然科学的名词 就是指着由各个这个组成分子合起来 能够达成一个特定功能的一个组合 我们称为一道系统 但是说起来蛮抽象的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好了 比如说我们实际上说人 人它有什么 叫做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对不对 消化系统有什么 消化系统就是由好几个部门所组成的 从嘴巴到食道到胃 小肠大肠等等等等一直到肛门 它由各个部门所组成在人的身体里面 可是它合起来 这部门合起来能达到特定的功能 什么特定功能 就是人吃东西继续消化营养 由人类所吸收 人才能够继续生存 但是这几个特定功能 如果你把它分开了 彼此单独都没有办法运作 或者某一个部门本身失效了 它的什么function就停办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系统 由各个部门所组成 然后合起来达到一个特定功能的一种 这样的组合我们用一个系统 我们所说的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当然因为在实际的一些生活里面也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手表 你们现在有戴手表啊 看戴手表还蛮古老的 那么手表就是一个系统嘛 对手表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细索的零件 对不对 合起来达到一个特定功能就是告诉我们时间 非常精确地告诉我们时间 可是如果你把手表分开里面 任何小的一个部门把它拿掉 这手表本来就不走了 对不对 它每一个部门都有它的功能 可是单独的都不可能存在 因为合起来达到一个特定功能 这叫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系统 我们只想说这个一个鱼缸 它为你养鱼的话 一个鱼缸你知道吧 你知道养久的时候 它就是形成一个自然一个风浴的小系统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要经过水的涵氧等等 要经过很久的时间 然后鱼里面的生物 然后里面的水草 石头 跟水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它就是一个系统 但如果说里面任何部门失效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是鱼在里面生活就很舒服 所以其实小小的一个鱼缸 从它的一个循环什么什么构成就是一个小系统 那其实在说我们跟人类生活比较有关的 像是一个棒球队 棒球队目前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系统 棒球队里面每一个部门 就是某个主动分子 投手 捕手 一垒 二垒 对不对 每一个选手都有它一个功能 那合起来发挥的好才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对不对 如果任何一个部门 游几手常常漏街 投手时常压不住对方 那整个话游队的战机就不会太好 所以一个系统要完整 那么它每个部门要发挥一定的功能 然后一个乐队 对不对 如果里面每个部分都出了问题 那这个乐队就不能演奏出好的一个乐章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而系统又在政治学里面是干嘛的 David Winston这群学者 他试图用所谓的political system 用所谓的政治系统的概念 来取代国家 取代国家或者是政府 所以在你看看很多系统论的学者 如果各位也会读到一些 比较传统的书里面 你发现很多书里面 他只谈political system 他不谈government 他不谈state 他只谈political system 谈政治系统 系统怎么样来运作 怎么样来达成特略的功能 一个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现代的一个政府 现代的一个国家 他就把它视为一个政治系统来看 政治系统是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比如说要如何来汇集理议的功能 如何使得政策能够有效执行的功能 他从很多功能 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 这个政治系统是不是能够运作良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系统跟 当然跟后面以后又结合了 所谓的结构功能学派等等 这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说明 那David Easton他所提出来的系统的概念 如何运用在政治学里面呢 他最早所提出来的模型 各位不妨看一下书里面第31页 Figure 2.3 这个就是David Easton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政治系统 各位当然底下的一个引注嘛 他就是从David Easton的这个 Assistance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这本书里面 1965年 是1965年所提出来的一个这个 他的书里面所结出出来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标准的他所分析政治系统的一个图 那这个图呢有几个部分 有几个部分所构成的 首先各位看到这整个方框里面 最上面我们看到的 就是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 一个系统呢它有外环境 整个大环境 那环境的变先 比如说现在全球化的时代 就是整个世界的全球环境的变先 气候的变先 都可能对这个国家的许多政策会产生影响 所以外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于整个系统论而言 这第一个它有一个环境 那任何的政治系统 都是不可能在真空状态的影响 它一定会受到外环境 包含了政治因素 包含了经济因素 包含了社会因素的影响 这是环境因素 而这些不同的环境因素的变先 或影响呢 会导致这个系统内的一些人 它会产生对于这次系统 产生input 产生叫做输入项 输入项 会产生一些输入 一些input 那么这输入包含了什么呢 它这边举出了几项 一个demand 一个support 这两个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需求 另外就是支持 更加的支持 如果我们把系统想成国家的话 更加支持政府的政策 或者说对政府的改变 提出很多需求 比如说我们台湾 最近经济的不景气 造成了民众 对于政府的需求越来越大 最近老健保也发生问题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开始产生需求 你要确保我们的老保 不然我们下一代的老保都拿不到怎么办 所以因为环境的一些因素 会使得大量的input出现 包含了我们所做的demand 需求 support支持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冷漠的 这种人也当然也都存在 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需求 那么而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产生了一些新的需求 新的支持 而这个呢就会影响到 这支系统本身的运作 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conversion process 就是转换的过程 这个东西很有趣 Davidson把它称为叫blackbox 叫做黑盒子 那后面会做一些修改 基本上这个conversion process 就是一个黑盒子 这就是政府的decision maker 这些政府的决策者 他如何面对了 因为环境的改变 带来的不同的需求跟支持 产生了输入项 他们要面对这些输入项 要做一些决策 要把它转换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可不可以看到右边 一种decision and action 一些决定或一些行动 而且决定跟行动就是output 就是输出项 就是输出 最近大家都要吵 供驾人员的三节的慰问金 是迂法无据的 并应该给 他们产生了新的输出 今天报纸头条就看出来了 可能对很多的一些人的 慰问金就要开始减少了 这是output出来 产生新的输出 那么而这个输出呢 本身一定会有一个feedback loop 一个所谓的反馈的一个循环 这个feedback我们称为叫做反馈或是回馈 一个政策出来了 一个政策输出了 它比较会怎样 会影响到原来的这些民众 这是一个loop 一个会有feedback 对民众会产生影响 而对民众产生影响之后呢 又可能会产生新的demand 新的support 对不对 重新的进入到这个决策体系 这个黑盒子 而那黑盒子面对新的demand 新的support 它可能又会有新的政策的产出 又产生新的一个feedback 这就是它描述的一个系统论 一直这样的不断的运作 那政府能够运作良好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适当的 得知民众的这个所谓的input 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之下 产生很多不同的input 而不同的input 政府是不是能够做很好的 所谓的转换 然后出现了很好的output 那output反之呢 回馈到民众身上 产生新的input之后 政府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掌握 就整个系统是这样的运作的 它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 一个我们所说的政府的运作 对不对 这些功能是能够达到的 那当然就是用 所谓系统论的观点呢 来看待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政府运作的一种过程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 但是这样的模型呢提出来之后 它也遭到很多批评 这个批评是什么呢 批评来自于很多不同的方面 当然很多人是不是太静态了 你才一直用作消息的话 那任何国家都不会倒 任何政府都没有问题啊 可是事实上 又发现很多国家 它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危机嘛 对不对 甚至崩溃 甚至这个所谓瓦解 那你如何解释这些变迁 当然很多人也批评 这个是太迁入于现实 当然这些问题 我们留在下一次上班的记忆部来加以说明 也因为如此 所以有些人会提出新的一种修正式的模式 各位看到33页的 是一个2.4 他把这个反馈的盒子 黑盒子提到最前面 都是放到中间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加以探讨 好 我们今天上完这边下课